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每天吃饭 我每天走路 我每天洗澡 我每天看电视 我每天睡觉 我每天建立 建立在我的生活里 和夫妻一样自然的存在 我身在建立家族 边人含着金汤池 我握着干子长大 从小看到自己的爸爸叔叔 哥哥姐姐 把建立当作自己的玩具一样 干子对我而言 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它是家族的传承 更是梦想的实现 但走向梦想的路上 总是充满惊奇 我曾经放下干子 将近两年的时间 因为在拉起400公斤的重量之后 我突破不了自己的心目 那一两年的梦 千万不再相信自己可以和别人不一样 我拉起的重量 是把我关起来的梦 让我闯不过去 让我寸步难行 但是如果生命可以重新来过 我还是会选择建立 竟然如此 竟然如此 我还有什么好畏惧 我是杨森 我和你一样 时时刻刻都想过要放弃 但是我还没放弃 但是我还没放弃